HELLO 大家好 我是長安哥 首先請大家先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你看到一則新聞報導 憂鬱症患者 跳樓自殺 那么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相信绝大多数人脑中都曾有过这样的评论吧 为什么要这么想不开呢 看开一点不是很好吗 人生苦短 为何不乐观面对每一天 为什么要忧郁呢 唉 这个人的挫折忍受度也太低了吧 很抱歉 对于忧郁症患者来说 你已经讲了一连串的干话 都快变成干话王了 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忧郁症吧 忧郁症简单来说就是 大脑中的神经传导物质出了问题 与忧郁症最相关的两种神经传导物质 就是血倾素以及正肾上腺素 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 就是因为大脑有足够浓度的血倾素以及正肾上腺素 你才有感到开心的本钱 今天一个男生准备跟交往已久的女朋友结婚 前提是要先有女朋友啦 当求婚成功 大脑接收到讯息后 脑中的血倾素以及正肾上腺素的浓度就会上升 让男生产生愉悦啊 兴奋的感觉 所以你之所以感到快乐的前提就是 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要是正常的 今天一旦因为种种原因 例如受伤后大出血 生产 生重病 或者受到心理创伤等等 损害了你的脑细胞 使得这类神经传导物质分泌不足的话 那么忧郁症就发生啰 讲到这边就会希望大家有一个核心概念 忧郁症其实也是生理疾病的一种 简单来说就是患者的大脑生病了 也因此忧郁症跟肠胃炎啊 心脏病等等的常见疾病 并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前面所讲的干话吧 今天想象你跟一个得了肠胃炎的朋友 怎样说话 哎阿平哦 肚子又在痛哦 哎呀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就不要再让肚子那么痛就好了啊 什么 你说你没办法 哎呀我跟你说啦 人生苦短啊吼 你就不要让肚子那么痛 怎样你活在世上才会比较开心啊 哎呀你肚子真的很脆弱耶 我保证你的肠胃炎朋友不打死你才怪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 这些看似在鼓励忧郁症患者的话语 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他们听了只会更难过而已 那么正确的鼓励方式又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你想想你怎么安慰你的肠胃炎朋友就对了 以下示范 哎 阿嬌哦 最近心情又不好哦 诶是有想到什么难过的事情吗 哦这样哦 诶那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啊 哦那就对了啊 记得那个心理资商要按时去哦 那个对你很有帮助 然后那个药啊也要按时服用 咱一定可以赶快好起来的 诶啊如果想要找人聊聊也可以找我 我随时都在好吗 一点都不难对吧 其实忧郁症患者最需要的就是倾听与陪伴 他们完全不需要乐观一点啦 想开一点啦 这类没有用的话 此外 若定期接受心理资商以及按时服药 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在几周后有显著的改善 顺带一提 忧郁症的一线用药就是所谓的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机 简称SSRI 这类药物可以使脑中的血清素浓度上升 自然就可以使患者渐渐的好转起来 我是唱歌 想知道更多的医学知之后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分享影片让更多人知道忧郁症喽 我们下回见 拜拜